三号中午苗栗铜锣的透天措传出了火警 无情恶火带走了三姐弟 知了解他们是三代同堂 火警发生前阿嬷在一楼包肉粽 排行老二舌碎弟弟还有帮忙买便当很懂事 而消防人员初步研判 致命原因是没有装住宅火警警报器 而且内部隔间都是毅然的木头材质 整栋房只有一个出入口 导致在三楼睡觉的三姐弟吸入大量浓烟后 来不及逃生 一想到三个子子子女命上火海 咕咕悲从中来痛哭流涕 有善心人士得知二号亲自送上慰问金 这让死者家属感动到下跪道谢 邻居不舍懂事又乖巧的三姐弟来不及逃生 根据老姐刘家三代同堂经营外汇生意 三姐弟的爸妈五年前就已经离婚 十五岁的大姐就读特殊学校 二火来临前 阿嬷正好在一楼接单包肉粽 十二岁的弟弟还帮忙买便当 没想到事后尽天人永隔 小房见识人员调查起火原因 初步研判可能致命的四个原因 除了封闭的对外窗外 四十年老屋只有一个出入口 内部隔间大多是木材甲板 二楼也堆放许多易燃物 疑似就是起火点 最重要的是没有装住宅火警警爆器 不过家属提出质疑 小房第一时间没有驾驭踢车来救人 对 甚至我们的孩子 他们也是要顾虑他们的生命安全 校园员其实踢着驾上去 其实他们也会有这个受热的危险 所以他们研判是从内部接近 可能应该预期会比较快 根据统计近四年全台住宅火警 就夺走416条人命 到今年六月为止 仍然有27万多户没有装住警器 形同住在围屋当中 刘江三姐弟还来不及长大 就被大伙夺走宝贵生命 家属悲痛 白法人送黑法人 这张新杰苗栗报道